講一下大家想問的美股,除了Tesla,最近跟Tesla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Twitter,因為Elon Musk入股了他 有checkroom留言,有幾個人都想問的 其中一個就是54元追了,有沒有機會再升呢? Charlia就問他自己就沒有貨,又能不能跟得過呢? 另外,還有一個checkroom留言問就是Tesla的master plan Part 3會不會跟Twitter有關呢? 我們先講到Twitter的部分 OK,好,其實Twitter這件事情,大家發現Elon Musk準備了很多籌備 突然間這樣去做,但是你說短時間裡面會不會有一些很亮麗的基本面 完全出來,令到他要整個就是基本因素轉變,令到大家很有信心的買下去呢? 就應該沒有的,但是大家就因為有,實在會有一個Elon Musk的 執行能力和track record的憧憬在這裏了,那所以就,就是 總之如果我覺得短線再抽上去呢,我自己就覺得都 看位,就是你上面其實有個裂口位的,你看位就 大概六十個一附近,六十個二呢,其實有個裂口呢,就看短線如果突然氣氛好還會不會強行,就是衝一衝上去 我覺得那個位置我會成功的,因為始終未有基本面的東西,純粹靠衝勁呢 那未必可以這麼久的,是的,那還有其實,但是,就是我會這樣看 如果這隻股份抽完上去才會回落呢,或者怎樣說都好 我會看今次的上升裂口,他會不會搜一半的,就是大概45元那些位置搜不搜到的? 理論上應該要搜到的,因為這個上升裂口上太有代表性了,是的,那我覺得總之可能氣氛差去都要搜一半 那防守止蝕位,或者未買的朋友可能都會拿著大概那些水平去參考 是的,那但是究竟最大的情景是什麼呢?就是其實現在大家 你想一下,其實 究竟Elan Musk會對Twitter會做些什麼呢? 正常你如果有看到乾媽最近說一些東西呢,就是他自己就終於有些股份拿出來說了 就是他自己買很多Twitter的嘛,那麼他,但是 就是大家,就是在美國那邊,就是大家一向有留意 Twitter的基金經理啊,那些,其實他們自己都很直接這樣說 未必是很生意模式,暫時未好想到應該是正常的 但是他們都是會覺得是一個自由言論的一個代表 的一個行動來的,這次是 那所以可能暫時大家未必放那麼多基本面子進去住了 對了,那所以延伸到去到剛才說,究竟Master Plan Part 3有沒有 會不會關他事呢?我就暫時未擺,因為始終 這一刻我未那麼快幻想到,但是你說之前我們說 Tesla和Starlink啊那些其實就,我們自己就覺得是 一早已經佈了局,比較容易想到那個synergy的 但是你說究竟Twitter,那難道你當是 就是好像以前現在這樣,你買手機就一定會有些app在裡面,是不是以後 你買Tesla就一定有個Twitter在裡面呢? 暫時就我們都未想到,如果想到有些什麼的synergy再跟大家說吧 跟階段今天說,那個遊戲裡面有很多朋友 如果看那些遊戲我們可以想到達到 我們這次的遊戲會有甚麼遊戲 您會看到我們這次嗎? 這個遊戲會有什麼遊戲,我們會希望